诺言这首歌在网络上火爆 让郭友才一夜之间成为了网红 他的形象很有特色 身穿复古西装 头戴银丝眼镜 手戴黑色皮手套 背景是已经停运多年的合泽难战 他的歌声虽然不专业 但充满了感情 让许多人回忆起了过去的岁月 今年5月初 郭友才在直播中演唱诺言的片段 在网络上火爆 吸引了大量的观众 他的粉丝数量也随之飙升 其中超过一半是31至50岁的人群 郭友才的走红 也让他的家乡合泽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合泽难战因此人声鼎沸 每日的游客流量达到近百万人次 当地政府也抓住这个机会 连夜修路 扩建难战广场 提供游客服务 郭友才的走红并非一夜之间的事情 他在互联网上已经走红过三次 第一次是2017年的合泽部 第二次是2022年直播连麦唱 《真的爱你》 第三次就是这首诺言 郭友才的成功并非偶然 他的歌声虽然不专业 但充满了感情 他的个人经历也让人感动 他没有专业的歌唱技巧 但他的歌声却是 他对命运的抗争的证明 这样一个普通人的逆袭故事 不仅吸引了大量的观众 也让郭友才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然而 网络的流量总是瞬息万变的 郭友才和他的家人都明白这一点 他们计划继续唱歌 继续经营烧烤摊 但他们也知道 网络的热度总有一天会消退 他们需要脚踏实地 继续努力 无论如何 郭友才的故事给了许多人启示 那就是 只要有梦想 有毅力 普通人也可以逆袭成为网红